香港幾分鐘 今早早 我媽媽一早 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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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為什麼 其實我醒了 不過我媽媽很緊張 跟我說 說我大姐來喝早茶 和我兩個外生 兩個外生的太太 兩個小妹 各自都有一個小孩子 她告訴我 她說 我的大外生的女兒 今年中二 她說 15日走了 去英國讀書 我知道 我們沒有什麼親戚 沒有是零 零親戚零朋友 在英國 我說 去到怎樣 她說 瓶瓶那個人很獨立的 那個小女兒 我們都知道 從小看著她大 運動建章 讀書有要求 知覺性很高 真是出水能遊 入水能跳 這些是強項 但是始終都好 13歲 一個人去英國讀書 我都問 去到有沒有朋友照顧 各樣東西 她說沒有 去到的時候 純粹是寄宿學校 有什麼就學校搞定 其實 看到我大姐 因為 有段時間 是跟她住的 看到我媽 她帶我媽做太婆 太婆 來的時候 都會叫我媽 雖然不是經常見面 但是每一次 很有禮貌 都會叫我媽 哇 想不到 香港現在這樣的環境 可以這樣 其實我 我 兩個外生 在香港 算是中產人士 一個 我大外生 是在 是在房屋處裡做 做得比較高級一些 是有能力的 怎麼說呢 公務員來講 她的能力 不可以說什麼 而我 第二那個外生 那個太太 是一個資深護士 再加上 我第二那個外生 做機械繪圖 其實 兩邊的家庭的收入 會超過 我估計 超過十萬 這個是一定 但是 現在開始 都陸續地 安排那些子女走 看到我的 這個 樽樽 她本身已經在香港讀國際學校 但是還是不要 早點離開香港 爸爸 我相信她有宣誓 她有宣誓 這個公務員 沒辦法 我二外生 其實 那個小妹 我想現在還是小學 她是很聰明 很聰明 很聰明 也有離開的打算 你就看到香港人 現在究竟發生什麼事 全部都說 哎呀幾歲大 十幾歲 二十歲 就要走了 香港幾分鐘 今早早起床 我媽媽就說 喂 去喝早茶了 我說怎麼了 什麼事 我今天要出來 有幾個人看 她說 不是呀 大家姐過來 和她兩個兒子 就是我外生 兩個 來找我喝茶 阿樽樽都來 我說 樽樽 我幾大個 十二三歲 讀中二 我說是呀 眨眨眼 那小妹 很聰明的 這個女生 入水能遊 出水能調 音樂 各樣東西運動很厲害 就是說呢 很喜歡做運動 讀書過得他 自己有獨立思想 很小過已經是 跟我大哥姐住了一段時間 但是家裡環境呢 就是算中產 爸爸 是在政府工 政府工得來 都是一些高級人員 不是普通那些 他爸爸也是一個自學成才的人 讀到中三出來做事 然後進修 一路考上去 一路讀書 一路考上去 在公務員那部分 那 四十幾歲 應該四十九了 大概八年 那 不想生個小孩 結婚都說明不生 那 老婆裝她 就知道 生了這個 唯一的小妹 那 香港這個環境 那她又沒有說 那 那 就是叫中產的十一晚的話 那她一定超過了這個數 總之呢 就說十五日走了 今天呢 就來見阿嬤 那另外呢 她弟弟 就是我第二個外生 她們又是 有一個很小的 小妹 她們信神的 信基督 那 那 當時也都說不要 那 到最後 現在她的心 都打算 送她離開 那 兩個都很癡人 很癡人 很聰明 很醒目的 那 也都 有一個很好的家庭環境 因為我第二個 外生 那個老婆 是一個資深護士 不知道是不是護士長 但是都做了很多年 她自己本身呢 是全香港只有一間 不知道好像做機械 繪圖還是做什麼 她裡面 都做 繪圖的 繪圖員的 那麼呢 就 從小到大呢 都不用別人擔心 很獨立 教個女兒都是 那麼呢 她們都 選擇留在香港 但是呢 也都有 想著 等個女兒 再大一點 那就 也都送她們去英國 這個 就是香港人 現在日常面對著 總不知今天 突然間有個朋友 打電話來 我們 喝茶 我們走了 我們見面 我們要移民 有些直接移民 打電話給你 我走了 對於我今天 見到我媽媽的神情 是很傷感 我也有些 雖然和她們接觸不多 但是我和其中大外生的感情 和我和大家姐的感情是相當好 拜拜